好了,下一套,方文寫四格又來了,大佬 我們貴貴都有一套,方文寫四格 不過有時不同雜誌,這套是Mangatime的Kilala Messi 之前有一套我們都很賺的,就是黃金拼圖 黃金拼圖是後來才賺的,開頭不看過它 基本上Kilala Messi大家都看過 如果大家有看過它的列列,其實都有很多名不經傳的四格 或者叫做治癒犯那類 不做動畫大家不會留意,做了一套很漂亮的動畫 為什麼呢?因為這個作者Koye 其實大家都知道這個畫 近期有出過一本畫集,這本畫集相當受歡迎 動畫畫之後,他出過一本畫集是蠻好賣的 我沒有賣到,當然是 整個故事和兔子是有一點環迴的關係 當然,主角來說只有五個女主角 Cocoa 心愛 另外,Cino 智乃 Lisa 李世 我不說我姓 另外,旁邊那個入色甜蜜店的Chia 另外,Salo 在旁邊做打工的女生 今早就有八個女生 其實是五個女生之間的故事 如果你說還要說的是一個在街上的飲茶的小說家 就是這樣說 這位小說家,不要理會他是不是主角色 主角色是五個 偉賴女主角的心愛 他是不是公讀生來的? 他可以這樣說,是留學生 對,不知道有什麼關係 他來到這個地方,他去了Watbiz House打工 兼住宿的就是寄宿家 即是他在這裡住宿的班學 跟這個學生有Watbiz House的老闆娘 不是,老闆的女 老闆應該是這樣,老闆的女 因為她是爺爺就過世了 不是,爺,表面上是過世了 其實他會變成兔子的邪性 總之,老闆的女 就是 智乃 智乃 在一起生活 當然跟智乃身邊的朋友 和她本身在學校認識的朋友 只要在一個生活關係圈 這五位女生就是 其實玩了十幾集 其實就變化不大 當然,只是說 一來,Cino 智乃一行都是當Coco 是一個叫叫 姐姐 一個淘氣的姐姐 另外還有一個打工 Lisa 其實Lisa 雖然幫忙打工 其實是一個有錢女 受過軍訓的太子女 另外隔壁店的Chia 做賣日式甜品那個 其實跟Coco是同效的 但她也有一個好朋友Sharo 其實住在她隔壁 Sharo是沒有錢的 Sharo是同效的 對,跟李世同效的 Sharo是很勤力的 但是很窮的 但是又有少少公主病 又不是公主病 即是扮公主女 沒有理由 她讀的學校很明顯是有錢學校 她不扮有錢人是生活不了的 這個明白的 她是暗了學者 暗了學者有錢的 她也要有錢才能給得起她 這個不介意的 她終於都頗近了 都沒有所謂 對,撇除了Cino兩個女的同學 即是三人組 撇除了這些 其實主要是這五個女的故事 當然,一看回方文社的情況 我們會看黃金拼圖也是五個女的 看回戀愛研究社 戀愛粒粒 其實也是五個女的 其實這個組合 大家會馬上看到高與低的分別 當然,我不會用柔柔式來和你比 因為柔柔式是太頂不住的一套 柔柔式主要是三個 我們不如用黃金拼圖來比 比甚麼呢 畫膏差不多一樣 但角色的角色也差不多 對,個性差不多 但是故事的天然性 黃金拼圖很多 你看到黃金拼圖的角色會有成長 可能有膠質 但這套基本上是沒有的 你看到那些人拿槍 到最後都是拿槍 做蛋糕,代理都是做蛋糕 做麵包的也是做麵包的 其實故事都是中世紀的故事 我又不知中世紀 似中世紀的故事 他一城就是中世紀的故事 你看到他們有電話的 對,相對來說 你說有甚麼成長也沒有 不過有一條主軸 本來是很想看的 但我覺得是這套東西的失敗之處 就是他阿爺 因為大家都說他阿爺已經過世 他阿爺那時就說 Coccoa很小的時候 遇過他阿爺 他阿爺抱著奧地利兔仔 奧地利兔仔 即是較為圓形的 但雙腳很短的 QB QB那類 即是抱著 樣子有點像 肥嘟嘟的 他阿爺突然在公園就說 哎呀,我很喜歡 我很想變這隻兔仔就好了 結果不知他阿爺就說他阿爺過世後 他那隻兔仔就開始會說話 他會說話之後 原來他阿爺上了一隻兔仔身 但是兔仔是瓦 所以被公的追著 對,所以公曾經追著這隻瓦 大家都很想拆開 因為為什麼呢 曾經有一個小說家 在他們那裏經常沒事做 寫了寫稿 還有在喝東西吃東西 但是 他那個小說家 就是因為他阿爺 當時跟他聊天 而導致他有小小小小的靈感 而他很想說 作完那篇小說之後 是那篇小說給他阿爺看的 但是他阿爺 當然啦 他阿爺已經過世了 他這個小說家 一直都不太太為意到 他阿爺是入了兔仔身 不是 阿爺已經怎麼都明白了 不過問題他不相信 我身邊都覺得 這個是福語而已 不是真的 所以說小說 小說家男 是去到那個Rabbit House 打工的 就是做咖啡 但是 他說他其實 有時候聽到他阿爺的聲音 但是其實 他一直都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 整套東西 沒有拆穿到這一點 或者沒有說 令到他阿爺 說回他阿爺 最後是有沒有什麼再變化 一直都說他阿爺在兔仔身上 我覺得他不加多一點技巧 或者加多一點腦力 去利用這一點去寫故事 其實是令到故事沒有成長 和沒有推進的原因 他不加 他應該一定要加 除了主線 Cocoa來到這間店 知道有這個奇怪的兔仔 不要緊 他不知內情不要緊 他就是阿智乃茲 智乃茲的兔仔是阿爺 加了爺 然後到中段 看到小說家出場 知道阿爺的過去 為何會變成兔仔因友 到最後一刻 交代了整件事 背景因友 可能知道整件事 下落去畫 為何會變成兔仔 還有可能 心飛雄 都知道整件事 大家都知道 故事完了 是一個很完美的故事 而現在好像這樣 集中有四、五個女孩 在圍外一起游泳 做蛋糕 和咖啡 劇情很可惜 對 因為拖著拖著拖著 到十二集 到最後都沒有一個真正的結尾 或者很短 即是叫Sharp Cut 其實他出來都是一群人 都在圍圍圍地玩 其實玩了十二集 看看 到第三、四集 就開始悶 因為其實推進的那一刻很慢 即是沒有推進 即是沒有推進 他沒有推進 沒有劇情 對 人們都說 我們要分開 回英國 有什麼爭取 人們會有衝突 基本上就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 為何黃金拼圖是好過這套 蔡華拼圖有 東山來將 這套網 所以他那個表 這不是重點嗎 其實這個表現手法 是令到人失望的 當然其他 我都覺得 若你以一套自願 以這套自願 一套遊戲出來的 那這套 只看畫風就都不錯 是很厲害 這套原本就很不錯 因為他已經配合了中古風 以及歐洲風 其實原本的效果是不錯 但是我如果稱 以這個故事來說 一定黃金拼圖好過他 所以我認為 特別上是不特別 就是可以看 但你不要預期 例如有太高水準的突破劇情 只會卸著看就可以 如果沒有補充,就下一部吧